75岁以上长辈疫苗开打 位在秀丰高中的细子区疫苗接种站 一早就有不少家人带着长辈来 分区分里分时段 一个时段大概是四五个里 因为AZ疫苗施打率一直降 这一波75岁以上长辈 一天抓的施打人数是2200多人 比起之前每天的量多了一倍 虽然现场看到了人不少 不过算起来施打率不到两成五 我们开放到75岁以上的长者 那当然原住民是65岁以上长者 那这边还是呼吁我们的长者 那个其实打了疫苗 对自己身体的保护力 其实都是一个加强 那今天6月24号早上我们来观察 那其实目前的施打率 大概还不到三成 那我们这边还是尽量 如果说那个这几天 那当然天气可能会有下雨 那如果说第一天 没办法来的长者 那我们鼓励那个第二天 那也可以过来这边 应该是人家会 看电视人家会怕话的 这人家给他讲清楚说 今天如果不好你就别打就好了 那你也不错啊 以一个早上预估打1100多人来算 到了中午只有260人接种疫苗 施打率比之前更低 而针对施打AZ疫苗 有长辈说难免会怕 但是里长家人都鼓励来打 所以就来了 有老人家看得很开 认为打什么疫苗都可以 怕死啊 怕死啊 怕死就要来煮啊 哈哈哈哈 我是信仰医生啦 医生说没关系我就没关系啦 本来我是安生说最好是煮我们台湾的 因为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只要去煮过的 比较不怕啦 我们外国人都说我比较害怕 他就问医生说没关系啦 这样啦 他说没关系啦 没关系就去煮了 自己回到就回去了 一直等一等一等 里长好想让我来说要去煮啦 我本来不敢来煮的啦 因为看那些新闻 很多老伙子我就怕到啦 对啦 里长一直说没关系 我让你煮不错啦 我才会来煮 你如果说真的没关系就没关系 你自己又有问题你不要打就好 就真的真的 其实我们中心打都 中心里面都很勇业打这个疫苗 你说你要尖导够就好了嘛 就这样子 好那我们戏子的快晒战 我们现在是设在 我们戏子的综合运动场 那那个我们这边也是鼓励大家啦 那如果说你所从事的行业 那平常其实会接触到 比较多的那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鼓励大家 其实来这边做一个快晒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样子 一个隐形的一个传播链 把它做一个阻断 针对最近北农事件 也担心市场人多高风险 所以戏子区长也鼓励 如果每天面对的人比较多 像是市场摊商 也能够尽量的预约做快晒 大家一起防疫停估这波的疫情 这层慧林希致财富报道